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非常多舔共的台灣人以及小粉紅自己說我造謠 為什麼呢?前幾天6月24號 在蘇州不是有一對日本母子被這個小粉紅給S了嗎? 那我就說啊,微博上跟抖音上出現很多這種支持 罪名52歲中國無業男子S日本人的行為 然後他們說我造謠,中國人怎麼可能如此的喪盡天良呢? 我們小粉紅可都是愛國群體呀,我們小粉紅維護世界和平 OK,我昨天是因為覺得這些留言太噁心了 所以我懶得放上來,結果就被說造謠 沒關係,現在一一帶大家來看一些證據 對啦,說不定是我自己顧的演員 從6月24號到25號就開始洗地 來,S的太棒了 自導自演,肯定是日本人找演員去自導自演的 小粉紅一貫的作風 欸,上八九的節目是吧? 啊,演員啦,台灣神演員啦 別急著歡哭啊,這個動手的人大概是敵國的特務啊 日本人就該在日本幹的漂亮 看不見中國人受重傷,卻一直在說你們的日本組織 不要急啊,你們日本的學校如果不撤走的話 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遺憾啊 如果兇手是中國人,那應該舉國歡慶 民族英雄無罪釋放 中國注定是一個對日本人不安全的地方 日本最好記住啊 這不得表揚一下 我證明當時兇手跟我在一起 只要是幹日本人的 就支持誰啊? 這是哪一國的英雄呢? 不要為難義士,口頭教育一下就好了 讓義士下士動手時千萬要注意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啊 那個受傷的餓狗子為什麼要阻止呢? 你知道現在很多小粉反而批判去阻止 那名中國兇手的中國女成務員 今天你們中共外交部開會表示遺憾 你要不要去譴責一下中共外交部 毛寧啊,主持人是毛寧去譴責一下 行兇手必須嚴懲罰款100,下次再做再罰款100 這種建議有為的也要被抓嗎? 你們想一下,還好有那個女成務員出來阻止 如果這些人沒有出來阻止 你能想像一個上小學前的日本小孩在中國 真的這樣子 你覺得這會引發什麼國際的輿論? 不是只有日本哦 你看歐美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甚至連韓國也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你要感謝他沒有引發巨大的外交事件 結果你們現在批判他是漢奸? 對吧,這些噁心的言論我昨天真的不想展現出來 但是你們逼我的沒辦法 現在爛尾樓、經濟通縮、失業率大增 股市一直卡在三千上下十幾年了 對吧?昨天還暴跌,胡錫進還出來痛罵 啊怎麼暴跌啦 而中國的各家銀行啊,監管越來越嚴格 一些地方要提超過5萬塊人民幣的話 需要去警局的申報、核准 你才可以去把自己的錢領回去哦 而越來越多中國的中小銀行啊,暴雷、破產 不然就是合併,為什麼?因為沒資金了嘛 越入6000塊以上的工作還要二面三面 你們自己心裡沒有B數嗎? 這是日本人害你的嗎? 山東平渡市的公車啊,已經欠兩三個月的薪水 沒有發啦,這是日本人害的嗎? 山東幾年洪順控股集團爆雷 陝西漢中北施大教師集體抗議欠薪、罷克 這些都是日本害的嗎? 我們看到,深圳第一季度失業率創新高 同比上升了40.1% 你要知道在中國申請這個 遠遠比在歐美、日韓啊,在台灣升級的還複雜 因為中國不想要把這個數據做得太難看,對嗎? 所以需要經過層層的審評 那個條件是非常之嚴格 如果還有這麼多的話 然後表面上可能少一個條件的 或是中共不想讓你有這個條件 比如說你是靈活就業人口 事實上,靈活就業人口在其他國家的概念 就是失業人口,對吧? 那如果你只要符合靈活就業人口 你就不算失業金的一員 你就不算失業率的一員 在如此苛刻的前提之下 還同比上升40.1% 實際上遠遠比這個名面上來的更多 這個深圳它算是在中國比較特殊的經貿城市 都如此啦 那你說說其他的城市呢? 其他的鄉村呢? 我們按照正常邏輯來講 深圳有什麼?山河大神 那我們知道山河大神 大部分普遍來說是男性居多 因為男性 比起女性啊 我是說大數據概念 不是說少數個案 大部分的男性是可以比較不修邊斧的 我比較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對吧? 我躺平就躺平,我懶得在乎你 我睡路邊就睡路邊,我想喝酒就喝酒 但現如今的深圳 山河大神年輕女性的比例 越來越多了,是什麼原因呢? 他們可能連維持基本的妝容 或是基本的條件 都已經沒有這個經費了 所以才淪落到我放下這個尊嚴 去學這個男生的山河大神 一樣 而且你們要知道 中共從來不統計鄉村失業人口 所以你看到都是城鎮失業人口 而我剛才也提到的 靈活救援人口,對吧? 還有這個深圳最新發表的公告 說什麼呢? 城市更新市場主體的資金壓力巨大 出現了非常多延後付款的現象 造成我們社會一定的影響 嗯?話說得很漂亮 但他起碼承認了這個事實,對吧? 那再加上 聖上最近不是出台了倒查30年的稅 全盤否認了鄧小平、江澤民、胡溫時代 給的這種經濟寬容 配合美國的這個加入WTO 造就了中國高速成長的經濟 聖上現在一概的否認罪 所以我要查你的 好,我看了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任哲平也發文表示 以前中國有經濟壓力的時候呢 都是減稅、降費,對吧? 修身養息 這是基本常識 也是各國經濟的依據 你看以前連所謂的大漢帝國也是這樣 修身養息嘛 減稅、降稅、免稅嘛 對吧? 古人都知道這麼說 你身上在怎麼搞呢? 這次反倒查稅是怎麼樣呢? 財政有壓力 企業也有壓力 不宜合則而餘 稅不是查出來的 是發展出來的 只要經濟繁榮 稅自然有 哦 放水養魚才是首要的任務 結果這篇文章被刪文了 你連轉發或是重複他的言論 通通不行 因為違反了微博公約 以上這些都是日本人害你了嗎? 這部影片啊 我把中共聖上倒查30年稅的基本邏輯 都講得很清楚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中共外交部又指出嘛 這次又是偶發事件 是一個52歲的無業人員作案的 前兩週美國那個也是無業人員啊 我們撇除掉S外國人這個事情啊 你看一下S橋的啊 從高樓S的啊 哪個不是無業的 哪個不是失業的 還有你們自己中國人 S中國人的 差錯 哪個都不是失業的啊 對吧 我說了 中國經濟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中共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長 他說了什麼 這個基本上就是黨員嘛 因為你代表中國去參加經濟論壇 這個在極權國家來說就是黨員 我不接受反駁 你不要再拿台灣那種民主國家來看中國了 中國他說什麼呢 中國已經邁入高發展國家收入行列 然後又說要鼓勵消費 因為中國的生育率下降 導致消費降低 大家太忙沒時間消費 你搞笑 你是在本末導致嗎 倒果為因啊 你前面說了 中國已經進入高發展國家了 已經有錢了 後面又說 大家有錢 但卻又不敢消費 這是什麼矛盾的邏輯啊 你有錢的不敢消費 有錢的沒時間消費 你不要把生育率跟消費降級混為一談 不同領域的 消費降級是什麼呢 收入減少 對吧 或者是你對未來的經濟沒有信心的 因為你現在賺到的錢 你不知道未來可不可以繼續持平 起碼不減嘛 你無法保證 所以你現在能存錢就存錢 你也不敢過多的去投資中國自己的股市 所以中國的股市一直爛到3000左右而已 一直都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中國啊 這一年的黃金購買量非常之巨大 不僅中共官方在買 中國民間也狂買 因為他不知道人民幣什麼時候會不見 他又不知道手上的錢什麼時候會貶到一無所值 而造成這一切的問題啊 就是那一位 以及中國這二三十年啊 瘋狂跟未來借貸 然後民間企業跟中共 高官啊 趙家人啊 在瘋狂掏空中國 錢都放在歐美 瑞士 新加坡 對嗎 都是基本源於種種加在一起的 好 再加上最關鍵的 美國 在關鍵的時候呢 抽走了你的金帽 跟你打了貿易戰 而歐盟絕對是 大部分80%的政策是配合美國的 因為歐盟的安全是由美國來負責的 所以你們不用妄想說 盛上去了一趟 歐洲啊 歐洲一定會覺得 我要擺脫美國的控制 不可能 因為你現在是幫俄羅斯的 歐盟也看得非常清楚 不可能會跟你繼續交往 而你中國也沒有能力 也沒有權利保護 歐盟的安全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這個利益交換的核心價值 要先搞清楚這個前提 你就不難看懂國際局勢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什麼 你跟美國對幹基本上是穩死的 先前日本就是因為賺了太多的美國福利 對吧 那個時候誇海口說 我要把紐約都買下來 我要把美國的帝國大廈全部都買下來 那美國後來就分散製造嘛 對吧 把在日本的製造全部撤離 對不對 轉去韓國 轉去中國 所以又擴大加劇了 日本通縮了二三十年 當然這不是主因啦 但這是加劇嘛 那現在換成中國 再步上日本的後塵呢 美國要把你這些東西通通抽走 因為你在跟我搞霸權主義 你吃著美國的飯 炸美國的鍋 對嗎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舔空的台灣人 在想什麼 美國真的抽走 擴大投資的AI晶片產業啊 或是台積電啊 或是AI相關的製程的東西啊 把資源跟歐洲的晶片製程 還有那些原物料 通通只給三星 或是他們自己在發展一個 你跟我說台灣經濟能有什麼用 跟中國一樣一灘死水 而且我發現一個非常好笑的問題 就是淺貢的台灣人 跟衰進的台灣人 甚至以美論的台灣人 你問他 股票啊 基金都買什麼 不是台積電啊 台股啊 不然就是美基金美股 然後呢 他們永遠不會買中國的A股 最好笑的是什麼 中國的一些學校 已經大量的把華為 帶入了地理考試卷的題目 好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影片 我兒子初二的一張地理試卷 讓兄弟們看看 現在咱們的初中地理考什麼東西 看到沒有 20年初中地理 這是什麼東西啊兄弟們 這是一張試卷 你看看這上面的題目 華為總部在哪 什麼精度 電池領域就不用說了 包括您的時代都有 這是什麼兄弟們 看這一題是什麼 汽車領域看到沒有 華為常務董事余承東 在深圳正式發佈 首款全景智慧旗艦SUV 問界M9如圖 看到沒有 你們這些黑子們黑了半天 黑了半天上試卷了 黑子們 醒醒吧 一張試卷 大多數全是華為 這是什麼 Mate60儲能領域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你們還 醒不了是吧 孟晚舟回國路線 看到沒有 這個 假如那些黑子們的小孩 拿著這個試卷回去 看完這個 荒謬的羅刹國試卷影片之後 我們來細細的看一下 題目是什麼 來 第一題 請問華為總部在深圳市區的 經緯度分別是多少 說實在話 你要問深圳就問深圳嘛 一應扯什麼 華為的經緯度 幹嘛啦 OK 第二題 請問華為董事長搭乘的華為M9 前往北京開會 會經過哪些路線 第三題 華為Mate60 Pro手機 如果到了偏鄉沒有訊號的地方 如果接受訊號 然後地理位置是怎麼樣 你乾脆問華為Mate60 Pro手機晶片 為什麼會被卡脖子好了 那以及未來 當我們其他世界各國 在用3奈米2奈米手機晶片的時候 中國可不可以用到製程比較好的 而且成本是比較低的7奈米 對中國現在7奈米做出來了 但你們成本太高 你們良率很差嘛 這個不用否認 最搞笑的就是 最後一題 孟晚舟是誰 華為的小公主 然後中共看到 大事不妙 我們中國國產驕傲 華為的小公主 竟然被加拿大扣押住了 那我們呢 也要在中國隨便找幾個加拿大公民 扣押 最後交換人質 對吧 然後他再提問 請問孟晚舟回中國的路線 她是怎麼回中國 哎呀我的天啊 游泳啦 她是往哪裡飛的 往天上飛的啦 好嗎 幹什麼啊 你們國家的教育已經這樣 還有臉說什麼 台灣改課綱 我們台灣改課綱要改得像你這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按記得訂閱我 不過現在記得一定要把我放棄 我是吧 下次見 拜拜